人各有志不可强求 这倒对 你比如说啊 我带着一个小狗去听音乐会 听交响乐 我可能听得如痴如醉 您懂啊 小狗跟旁边也坐着 人家只会跟着 我那狗看一晚上准得纳闷 纳闷什么 这孙子还不扔 太太尼克号 沉船死了 对 对人来说就是世界末日 可不是 可是传上餐厅里边那些个活龙虾 那不就是生命的奇迹吗 好多事 比如说啊 俩说向往台义站 是 郭德纲提这么一头 余老师弄这么一个头 是 配合美人不一样的相貌 气质 对不对 你看余老 好 躺个头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对了 头发爹妈给的 所以古代拢发包巾 对 都这样 一直到清朝 清朝全剃了 脑门这 月亮门 马子盖 所以大清朝初年的时候有这么句话 留头不留发 留发不留头 留一样 都改成我们这样 脑门剃光后不留辫子 是 否则的话 杀头 演员在台上也是 就找什么样的发型 最适合你 对呀 不能胡来 咱们也见过你 比如说大长脸 大长脸就别留背头 不好看吗 离远离看 跟仙人嚷似的 好家伙 街头有一小姑娘 那脸比番茄大这有线 好 就这么点 脸小她有办法 烫爆炸头 你琢磨 大爆炸头 里边露这么一弯 咱还有见了 蟹挺了 凸了 凸了 这很正常 这都蟹的差不多了 几乎全蟹光 这还有一嘴 有点 把它弄过来 只要不刮风 没事 一刮风 这是二尺 跟这抖笼着 哇 不是客气啊 谁跟你客气 谁跟谁打招呼在这 这是招手吗 这 我琢磨是那个意思 什么意思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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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